音乐 音乐 大家好 我是叶海嫣 欢迎收看我们这个现场 我先请玉智博士来跟大家问候 大家好 我是高玉智 欢迎收看民事哲学现场 谢谢 玉智我们已经谈了家的意义 家就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成长的一个 非常安宁安静的一个生长的环境 但我们都希望整个社会也是一样的 甚至整个世界 那如果这样的一种来自于我们的生命内在的一种盼望和向往 我们当然希望整个世界终究是和平的 所谓世界和平这个理想 是这个长久以来人类共同的一个盼望 甚至是一个终极的盼望 那我们就来谈谈和平 甚至于还要谈和平的对反 对反就是破坏和平的暴力 当然最大的暴力我们知道就是战争 我们慢慢的来把这个主题这样延续谈下去 那我们谈和平我们如果说中文这个字眼 这两个单字合在一起 这两个单字原来是所谓八德的最后的二德 八德就是忠孝 仁爱 信义 和平 刚好四组 先要讲所谓的忠孝 再来讲仁爱 最后接着是信义 最后是和平 表示和平这两个德 我们把它放在一起 变成是一个人类的最后的一个 实现一切道德价值的最后的理想 当然一定要先讲忠孝 仁爱 信义 最后和平 所以和平变成我们共同的心灵的想望 甚至于是一种共同的行动的标的 我刚刚说过它跟人性深层的这个力道是有关的 而且它也让我们在各种困境纷扰 甚至于受苦受难的情境里面有一种 还是有一种安慰 镇静的力量 镇定的力量 因为我们想望和平 所以我们就很努力的去避免纷争 避免战争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可以来看看 西方人的和平也是自古 就是一个理想 这个概念从拉丁文化文到英文 peace 这个我们都知道它的意思是包含着一种 协议 安宁 没有敌意 而且是和谐的这个意义在 那它也变成宗教的一个彼此的问候 其实在希伯来宗教就是后来的基督教 彼此的问候语是什么 平安 平安其实是和平的意思 如果在台湾教会见面的招呼叫做平安 平安 平安 这等于说你好吗 你今天应该会过得很好吧 那这样来讲我们和平如果从反面来界定 我们说反面就是说暴力 战争 那和平表示是我们要排除一切暴力战争的可能性 就是没有暴力冲突也不畏惧暴力的一种状态 就是和平 和平之中不应该有敌视 敌对 当然不能有所谓的斗争 战争 和平包含我刚刚说过 如果就中文来讲 就是显然有人文的道德的意义 必须要大家有一种彼此没有敌意 然后都善待对方 尊重对方 我们才有和平吧 那如果从希伯来宗教平安 那更有深层的宗教意涵 所以它应该包含自由 包含人性的良善 甚至于社会的彼此一种合理的秩序 那我就先说到这边 我想我是从一个中文 英文的字意做一个简单的解说 当然慢慢的我们还是要进入到 对和平的意义的探讨 那预知你这方面有没有你自己的一些心得 我想二十世纪初一开始就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 你把它拉回到历史现场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其实在西方社会就有很多 不管是学者或者是一般的民众在思考 这个和平跟战争 如何小女战争如何创造 这个人类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和平 的这样的一个景象 那和平研究呢 具体在这个西方学界受到重视 可以说在1959年 有一位挪威的社会学者 他也是一位数学家叫做约翰·盖尔敦 那盖尔敦教授呢 他是这个开创和平学研究的其中之一 他在这个挪威的这个奥斯路呢 成立了国际和平研究协会 所以他这个协会成立的以后呢 和平研究开始受到国际关系界 学界的这样的一个重视 那盖尔敦教授呢 他曾经提出这个和平研究有五个必要性 第一个呢就是要跨学科 他认为说这个和平研究不能够只局限在 由社会科学所主导 他应该要有一个整合的观点 而且可以跟各个学科相互交流 那第二个必要性就是所谓的跨领域 他这个领域不是学科的领域 而是所谓的这个地缘的这种区域 要跨越这种地缘的这个区域 不是只有以这个西方作为主宰 第三个呢他认为要跨层次 就是说和平研究 他其实是有宏观的层次 有围观的层次 可能也有中观的层次 所以看来是好像有一个立体的这样的一个向度 那最后呢他认为和平研究者必须具有批判性 来建构经验的法则 那也要有自主的这种动力精神呢 要排除这种单一性 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这种国家中心性的这样的一个思维 希望这样子的一个五个必要性呢 能够让和平研究在我们这个新的世纪里面 能够有一些创新跟独特性 确实啦 从你说从1959年 等于是二世纪的下半月 是 我想这样的需求应该来自于两次世界大战 是 在二世纪初期的两次世界大战 使伤无数 那西方这个真的是关心人类前途 甚至于所谓人类福祉的人 就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迫切的想望 和平在哪里 我们到底能不能有真正的和平 所以我刚刚说的只是致意 观念性的概念性的意义 你让和平的意义加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 有组织有可以说是一个集体的人力的投入 那它不只是学术研究吧 你刚刚说它跨领域不只是学术领域 还要跨区域讲究那个地缘 不能西方主义 不能只是你们欧洲和平 别的地方亚洲非非洲就一团乱 那这边我们大概可以看出和平 从我刚刚是说人性的需求到当代社会的需求 那这样的历史转折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探讨和平是不是得来不易 看来是 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和平研究它 基本上它包罗万象 它不仅仅只是这个人文社会的这样子的一个议题 它看来现在跟我们的整个气候变迁可能也有相关 所以它这个所谓的这个跨领域跨学科 甚至跨层次的这样子的一个观点 好像渐渐的落实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里面 对和平不是一个说多么遥远的 其实我们把和平可以具体浓缩在每一个特殊的生活情境 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几个人在一起 很和善的来往很平静的彼此安稳的过生活 我们就是说这就是一种和平的体现 安居乐业 就像古时候这个陶玉明的桃花园 你看它主要意义它避掉战争 那边就不晓得这个所谓朝代的更替 每一次的朝代的更替好像都通过战争 就中国几千人来的情况 他说不知有位 甚至也没有秦汉 他们已经这么过了蛮长一段时间 说不定是上千年了 所以和平变成是一种长久稳定的生活状态 那如果我将来再跟你讨论 和平研究的成果有没有具体落实 在实际的人类的生活着着 人类的社会的各个阶段 我想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曾经到这个柏林去参访 就后来发现柏林有很多地标 那个地标它不是像我们纪念 所谓的某一个我们说伟人 它不是 它其实都是当地的一些市井的一些人民 那它会告诉你说 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什么事 然后它纪念了某一个人 它可能假设它从柏林围墙 可能逃出来 它被射击了 那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某一个士兵 或某一个人他在这里被射击了 它实时用这样子的一个地标 在提醒我们和平得来不易 真的 单单一声枪响 或是一个人流血 可能就整个社会就乱了 对不对 很多事件 小小事件导引出很大的冲突 甚至很大的战争 我想这个所在都有 好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好大家好 我们刚刚有一个共同的感想 谈起和平 还是觉得真的是不容易 和平是很珍贵的 他需要所有人有共识 而且需要共同的努力去避免敌对纷争 因为人跟人的敌对 其实所谓的冲突 甚至于小小的一个社群 也很快的会出现冲突 如果所谓的你看我们说意见不合 或是情绪不稳定 有时候甚至于就EQ差一点 就会慢慢就会有一个破坏安宁和平 稳定的一些因子出现 有些是主观的 就是一种情绪出来 可能两个人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 那如果是很多人的话 那个氛围慢慢形成不同的敌对力量 那一冲突就不得了 因为那个可能是有武力的 特别是不同民主之间 那刚好上礼拜我有个机会到东欧 一个小国斯洛维尼亚开会 那我转机是在伊斯坦堡 我就发现横跨欧亚 欧亚两州的伊斯坦堡 就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 曾经到过的地方 那有些建筑物曾经被哪一个民族占领过 甚至于被不同宗教使用过 曾经是天主堂 后来变成清真寺的所在都有 那斯洛维尼亚也曾经有别的民族进来 它一开始是一个小国 很漂亮的一个古城 那个叫做努比亚娜 那个很漂亮的古城 但是也可以看出 以前有战争留下的痕迹 虽然现在是非常快乐的 二十几万人在那边生活的一个 几乎有点与世隔绝的地方 因为它小国 那些人就过了非常轻松 非常自在的生活 那你想想看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在社会的每一个人感受里面去感受到 是不是真的有和平 这样的一种意义在 就是我觉得 然后我是和平的 我们这个社会也是和平 甚至我们可以说 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民族 有些民族就会这么宣称自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 今年其实有一则新闻 我想在台湾我们在这个 所谓和平和谐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相较于其他的地区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生存的时间 有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好像没有特别去注意到这则新闻 或者是也没有特别去注意到 所谓的那个和平的珍贵 那在今年的六月有一则新闻很有趣 他发表了一个2019年的全球和平指数 那这个全球的和平指数 他正好就是呼应了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和平研究 不应该只局限在这个人文社会学科这样的研究 那其实也呼应了部分 老师刚刚讲到您到了那个土耳其 然后伊斯坦堡去看到了 因为整个这个战争的一个 改变了一个那个地点那个宗教的那个建筑物 可以从天主堂变成是清真寺 人文风貌就通过战争的洗礼而改变 那看来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和平指数 还要再多加了一项就是所谓的气候变迁 所以在今年的这个全球和平指数 它是由一个总部设在澳洲的经济与和平研究所 来这个做一个研究跟发表 他他发表说未来十年气候变迁 他会对各国的这个和平构成威胁 那那个所以他把这种全球暖化的风险呢 也纳入了这个和平指数的这个考量 那他们发现说目前其实将近有10亿的人 居住在全球暖化的高风险区域 那么其中有40%的人已经深陷在这样的一个冲突当中 也就是说气候变迁所引发的冲突 是因为它会影响人去竞争那个 这个越来越少的那个资源 然后对对对对影响到人民生计 然后那个引起大规模的移民 或者我们说气候难民 那就亚洲来讲 亚洲地区的这个和平指数最高的区域是新加坡 它排名全球第7 那再来就是日本 它排名是在全球第9 那台湾在这个排名上是全球第36 算不算很后面也没有很前面 算是比较前面一点点 因为在100多个国家里面 算是还比较前面一点点 因为南韩跟中国分别排名55跟110名 是不是他们的战争的那个威胁的可能性 比较高 因为它有几个指标 它有23项指标 那其中有两项指标分别是杀人率跟武器进口 对所以它有几项指标去做这样的一个评比 只是今年它纳入了这个气候变迁的风险 所以气候变迁 我们发现一些岛国就很有危机感 像澳洲就对附近的岛国好像曾经释出善意 这个善意好像应该继续在实践之中 就让一些岛国的人能够到他们澳洲去生活 慢慢离开那个岛 因为那个岛的可以种植作物的土壤的情况越来越差 因为气候变迁 海平面未来可能是会上升的 是不是 当然这个是反反的 但是这个反反的也会带来威胁 我们说比如说武器的竞赛 刚刚你说像南韩跟中国的排名就比较后面 因为它内部的那个所谓的 本来就是有很强的武力竞赛的那个动机在 南韩更不用说有北韩就在旁边 那你觉得这样的和平研究从你说的在最早的那个 挪威那边开始的研究到全球和平指数的这样的调查 这也是演研究 这样的研究一路下来 是不是可以真的帮助我们了解 人类要体现和平 是不是该有一些准备 那这些准备是包含哪些必要的一些资源 内外在 是不是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态度 各国之间也要形成什么样的更好的一个国际的连结 我相信是 其实就是有一篇非常著名 在哲学界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 就是康德论永久和平 这个可能就呼应到老师在讲到的那个国际间的 那个国际联盟的那个成立 可是对于我们个人现在目前最迫切的 看来就是如何做好这个环保的资源回收 对于这个整个环境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认知 那这个对于我们在面对气候变迁上 对于我们自己在了解我们生活的环境上 带来的这个影响 这个是非常的密切的 对 你听到康德 我们还应该还有机会再来谈他那个 在哲学上的对和平的一种构想 而且是确实也推动了整个欧洲变成一个 说起来是蛮 目前在区域上来讲 整个欧盟是相对稳定的国际的结盟 而且也体现在美人的生活里面 你到了欧盟的国家使用同样的货币啊 是不是你看英国要偷欧也要经过那么长的这个努力 现在总算好像慢慢有一个结果出来 都不容易啊 那如果像我们来讲 如果我们回到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气候的变迁 造成和平指数的一个上上下下 这表示人应该是需要珍惜我们目前所享有的自然的资源吧 是 是 是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自然资源的一个消失 好比说物种的消失 好比说来一次大水可能稻米就种不起来 那接下来那个食物的一个危机 为了抢食物那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冲突 那个造成区域上面的这样子一个动乱 这些都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 不是因为台湾没有就好像我们看不到这些事情 事实上透过因为气候变迁的影响 已经一点一滴的在影响我们这个地球存 在以前气候变迁还没有这么明显的时候 也会因为人为因素造成饥寒 造成人的这个有些人就没得吃 你看中国大陆在五零年代 共产党整个控制中国大陆之后 就曾经出现几年的那个饥荒 那其实听说是人为因素 人为因素的沉温很大 是不是 所以古来有这么一句话说饥寒起稻心 当然不是说这个当强盗一定是挨饿也不一定 强盗也有别的动机 但是饥寒确实会起稻心 那怎么让大家能够这个所谓的安安稳稳的 所谓的保护机能够有东西吃 可能够有水喝 这是人类基本需求 那和平是不是也是在这样的基本需求底下才可能体现 应该是吧 应该是吧 那当然我们还有更高层次的和平的想望 我们要建构一个和平的人类的未来 我们可以接着再来慢慢来探讨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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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